由於一台車A在光滑プレイ上比10公尺每秒檔速相應 現在有一個台車 台車上面還有一台小車 上面有一個台跑 掛著一個質量C 小台車叫B 大台車叫A 本來一開始以速度為A 這個是等於10公尺的一台大台車的速度 這個算是直心的速度 寫小C 這樣也是直心的速度 質量各位 這個A車的質量是100公斤 A車質量100公斤 B車質量50公斤 C車質量25公斤 靜子在A車上 B車上有一球 質量25公斤 本來靜子在B車上 後來也會彈筒作用 把它彈出去 即15公尺每秒相對於B車相應彈出來 它彈出以後 這是C相對於B的速度是15公斤 落到車上 然後靜子在你車上面 然後B又後退以後到最後撞上它 要求C車離開B車瞬間 C車離開B車瞬間是多少 我們現在 就是說 B相對於C而相對速度 本來應該是C 不過因為它相對速度的話 你在哪裡觀察是不一樣的 等於多少呢 等於V B對C VB 減掉那些VC 這個是等於15公斤 我們現在在地面上觀察 在地面上觀察這些事情 再來 就是 這兩個一起跑出動量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是10 就是 MV MV MV是50 MV VB 加上 MC VC 這是 作用前能動量 作用前能動量 一起跑 一起跑 總之量是75 它乘以10 那我就可以把 VB跟VC算出來 相對地面 我把它處理25 25 知道 23 然後把它加起來 這個加2 1加2是3 把這加起來 15加30 45 所以V車的數位 等於15 C C測數 用減的減上去 減的時候 這要把它乘以2 因為這兩倍 一減上就沒有了 那一倍減掉 負兩倍就是三倍 那是近死 30減30 那就等於0 C 是近死的嗎 相對地面是近死的 C離開V車瞬間 V對D的速度 不對 我們看 你看 V對D的速度 這50 它乘以VB 加25 乘以VC 加起來是75 乘以10 沒有錯 那 這是C對V 對C C 對V的速度 所以這裡應該是VC 減到V 所以這裡應該是VC 那這個的話 要再算一遍 那現在要算什麼呢 算那個 V對D的速度 V對D的速度 這我再把它寫一遍 再寫一遍 再寫一遍的話 我把C放在前面 C加上VC VC加上2VE 這個是等於30 好 那我用減的 把減這個就是3VE 等於多少 怎麼還是等於0V 相對有V車嗎 用減的 沒有 現在不要乘以2了 又要把C消掉 要算V車把C消掉 這個減這個 一減 就3VE 等於15 也就是說VE 現在是3V15 這個時候的話 V車的速度 這個現在是很 速度變慢了 好 我們順便把C車的速度算出來 現在C車的速度多少 C車的速度 我把V車的速度帶進去 就無耳得10 一過去要變10 這個V德的話等於 無耳得10 一過去變成20 C的速度變成20 C的速度變成20 我得10 30-10 10的話是20 這個時候 VC 這是對D的 V1是5 這個時候的話 VC的速度現在變20 現在比10還要快 好 D A小題的話 也是這個答案 就是 C離開V車 瞬間 V車對D的速度 我們看D A小題 同一 此時VC車 共同執行對C 對D的速度很好 因為它是內力嘛 所以你把對向D這裡 動量爽 所以它執行速度沒有變 這個系統直行沒有變 直行速度沒有變 這個系統直行速度沒有變 這個系統直行速度本來就10 所以共同執行 這DV的話 VVC的共同執行速度也是10 我沒有變 好 再我們看D C小題 當C車停於A車上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這個看起來不像車 不過的話就當C車 C車的話 掉下來停在A車上的時候 B車扔在 B車扔在上面行走 速度沒有變 A車的速度 A車速度 你現在就把C跟A看成一體的 動量也要熟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C的速度是20 25 乘以20 加上A車的 A車這樣是100 100 乘以那個速度10 一起跑 一起跑總結量是125 乘以VAPROM VAPROM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說 這125可以約分 125三個5 這三個5的話約分 這裡約要兩個5 這約要一個5的話是4 這裡約要兩個5的話是4 這裡約要一個5的話是20 所以 VAPROM等於4加8 4加8的話 這等於12 這個時候 A車速變快 這DC小點 再看看DD小點 同C 這個時候B車速度 這個時候B車速沒有變 還是5 B車速度還是5 再我們看這個E 最後 最後B車靠過來 靠過來之後A車彎就變慢了 他說 最後B車停在A車上的時候 B車對D的速度 這個時候 三個就一體了 因為它掉下來很黏住 它靠過來又黏住了 所以這個時候整個AVC是一起跑 那一起跑的速度 跟最初的狀態 最初狀態是 一開始的速度是10 一開始也是一起跑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它黏在上面 它黏在下面 它黏在下面 也是三個一起跑 所以這個時候 靠上去以後 要跟著A車一起跑 這是VB' 這個的話跟Va是一樣的 等於10公尺 那些人 能夠 要先進去 靠近來 是